清明党送出46万份联署书 隔天立刻传出宋楚瑜一开始要的是 11席国会立委换取他不选总统 绝对是选举策略的一环 误以为宋先生还会跟国民党谈 那么他不会参选到底 所以你们不要支持他 联署票过门槛却接连爆出 宋楚瑜不是真心选总统 清明党认为消息背后有人在放话 无非就是想要弱化淡化 甚至于污蔑清明党的存在和正当性 这位先生清普中先生 他们这些小动作让大家觉得不迟 只是就这么巧 这一头爆出宋楚瑜要立委席次 另一头却又有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 跳出来喊话对宋楚瑜绝不会放弃 希望他能做出智慧的决定 清明党认为国民党又在玩两手策略 国民党一直有心要谈 国民党一直有心要和 国民党一直希望跟清明党还是变成盟友 可是侧面或后面或背面 就出现这个金马体制的人 他们动了什么刀 其实已经不是叫金小刀了 他们什么刀 什么枪 什么弹 都拿出来用过了 国民党究竟是不是一手恶意抹黑 诋毁宋楚瑜 一手柔性诉求营造国亲和假象 选举脚步逼近 各阵营选战策略将会逐渐明朗化 三菱新闻王燕军白桥英 台北桥调道 宋楚瑜 各位亲爱的商店 每一个人艳阳高照 都很早一大早就来到现场 我们用自己的声音来告诉我们的候选人 各位 各位 好